新MSN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田财 然后可能有爸爸了 已经有爸爸了 现在越来越生气 孩子越来越大 原来男人到了一个年龄 他自然而然会有父爱流露出来 戏里面这几个孩子 他们很黏我 都有什么问题 什么心事都会来找我 然后像我戏里面那个俊生 他整天会黏着我 要我讲故事给他听啊 要说笑话 一起看一些鬼片啊什么的 所以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父爱吧 不用去fake出来的那种 俊生在小龙 他演我的小儿子 他在戏里面 他每次拍戏的时候 他有说我们家里人 每天在一起拍戏嘛 我们有排阳榜的 他说他最喜欢的是谁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Coco No.1 然后我拍第几那时候 那个时候你拍第五 然后C拍到后面我拍第几 C拍到后面你拍第1 我拍第1 OK OK 值得疼啦这个 为什么他拍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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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我们不熟然后呢 後來 呃 忘記了 我每次跟你講故事勒 有沒有講笑話 沒有 沒有講笑話勒 有沒有給你看鬼故事 然後就這樣子拍第一 然後誰拍第二 媽咪拍第二第三誰 第三是姐姐 姐姐啊 我本來狗狗拍第一的勒 學音 第四是 阿公 阿公啊 阿嬤拍到後面啊 我跟阿嬤講 跟今天講 我們在劇裡面感情很好 拍完了沒有一部戲 拍了這麼多年的戲 第一次是拍完了 第二次我們就幾個去泰國 啊啊啊啊啊啊 拍了二十年戲 我們都知道拍完戲之後 大家各滿各的 除非有同一部戲在一起合作 要不然的話 雖然那份感情不錯 但是各滿各的 所以特別珍惜這一次去曼谷 有讓我覺得 爸爸帶著一家人出國 去玩的那種感覺 因為有時候看到 身邊朋友啊還是 我家裡的人帶著他們自己的孩子 出國去玩的時候 不懂那感覺是怎樣的 我體驗了一次 曾經擁有就好啊 如果真的擁有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大的壓力 有買有保佑 沒買沒保佑啊 好 我買 看你這麼慘 我就送你三個願望 保佑你心想事長 你老公的命 二十五年前就應該結束 所以 我給了他三個願望 等他許完願之後 我就把他帶走 這一次 他躲不了了 是時候反眠了